大家好 我是杰西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剑桥活用英语文法初级第85课 Little a little few 跟a few 的概念 a little 的话呢 它是一个限定词 它后面可以加不可数的名词 它加不可数表示有一些不多少许 它是一个肯定的概念 比方说 I speak a little Japanese 我讲一点点日文 不多就是一点点这样子 那 Japanese 语言是不可以数的 所以一点点这里你要用的是 a little 好 可数的话会用的是 a few 或 few 那不可数用 a little 跟 a little 好 Number two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with you? 你身上带多少钱? a little 一点点而已 不多 没有多少钱 好 但是这是一个肯定的概念 little 它也是加不可数 少了那个二之后 它表示几乎没有 有点否定的概念在 很少很少 也可以说 very little 好 它也可以当代名词 she has little free time 这个人忙得不得了 非常非常少的空闲时间 几乎都没有空闲的时间 这样子的意思 好 第四个句子 Did you eat dinner? 吃晚餐了吗? Yes, but very little 哦 有啊 但是吃很少 因为食物是不可数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 little 来 把它当作代名词用 这样子 好 所以 little a little 用在不可数的上面 不可数的名词 它可以当代名词用 然后面也可以接 它可以接不可数名词 它也可以本身当代名词用 当代名词当然它也就是不可数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 few 跟 a few 中文都说一些一点点 但是呢 a few 它加的是可数的负数名字 一定加负数 虽然一点点不多 但是还是已经超过一个了 所以是负数 好 它还是一个肯定的概念 也可以当代名词 比方说第五个类子 I have a few problems I have to deal with 好 这里的话 我有一些问题 好 这里的话 我把 that 加上去 that I have to deal with 这是一个行动词指句 我有一些 我必须要去处理的问题 好 那你后面看不懂 没关系 你看到这边 I have a few problems 问题不多 我几个一点点而已 好 我要去处理它 No.6 Did you eat all the cookies? No I only ate a few 你把所有饼干都吃完了 没有啦 我只有吃一些而已 其他不是我吃的 I only ate a few 这边的 a few是当代名词 好 few 跟刚刚 little 一样 好 它表示没有很少 它有一个否定的概念在 那什么叫否定的概念 假如你说 I have a few friends 我有一些朋友 那还不错 你还算有朋友 对不对 但你说 I have a few friends 朋友很少 就感觉一个 哦 有点可怜 没有什么朋友这样子 所以这个否定的概念是 这个句子当中就是 有点比较否定的概念 我讲的好像不太好 好 就是 very few 跟 very few 一样 它也可以当代名词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praying few are watching 大部分学生都在玩 只有几个 一两个两三个 在那边看这样子而已 所以 few 指的就是 比较少的 好 这个否定的概念 有点难解释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 没有那么多 这样子很少 那可能就造成一个 觉得是比较有点负面的 否定的概念这样子 所以这边绝对不会再加 否定的字上去 好 来 我们直接看练习题好了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讲的不太好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好 在会议前 我有少许的时间 少许还算一点点 对不对 好 那 我有少许的时间 时间是不能数的 I have a little time before the meeting 这样就可以了 I have a little time before the meeting 好 很少学生通过考试 所以这个很少 这边就是有一点那种 否定的意味在 很少 非常少 这个时候我就用few 好 因为学生是可数的 few students passed the exam 好 test test或exam都可以 我要去便利商店 买少许东西 买一些少许的东西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这边你可以说 I am going to the convenience stores 好 这里你可以加一个目的 to buy 几样东西 a few things 好 I am going to the convenience store to buy a few things 这样就可以了 我剩下很少钱 这边的很少钱 就有一点比较 有没有 否定的概念 我是剩下一点点 非常非常少的钱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I have little money left 刚刚讲little 也可以说very little 好 印表机里面有没有纸啊 我要少许 我要一些 一些些的意思 不多 一些 好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用 is there r类 因为纸不可数 所以用 is there any paper in the printer 好 printer就是印表机 好 i need 纸不可数 所以是a little 一点点 我需要少许 我需要一点点 我只要几分钟来 准备好 几分钟的话 分钟 可数 对不对 minutes 好 我只需要 i only need a few minutes 好 那来准备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 to get ready i only need a few minutes to get ready 可以帮我一点忙吗 好 这个 请人家帮忙 所以这个不太会有否定的意味 对不对 could you give me a little help could you give me a little 一点点的忙 could you give me a little help 好 昨天我只有睡 一下下 这边就感觉比较 很少很少 否定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说 i only got little sleep last night i only got little sleep last night 好 少数几个人在排队 少数几个人 没有几个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a few people are waiting in light 你说standing in light 可以 waiting in light standing in light 都可以 他有很多朋友 但他能信任的 只有很少 好 这边是有一个 比较否定的概念 对不对 他有很多朋友 he has a lot of friends 我们昨天有讲到 很多可以用a lot of but he can only trust only trust few 或者是 very few 这样子 好 你说 吉西 我觉得你讲的 那个很少 的那个 a few 跟few 的概念 有点不太能理解 的话呢 few的话 指的就是 很少 就是我们好难讲 这种否定的概念 假如我说 我有一点点钱 i have little money a little money 一点点 好 这个时候可能还有 还得过 但是 i have little money i can't do nothing 我不能讲 i can't do anything 我不可以用那个 双重否定 教坏大家 口语会听到双重否定 但是 一般我们学文法的时候 先不要学 好 所以 这个时候呢 few 你就记得是用在 很少很少 那a few 比较多一点点 little 不可数 a little 不可数 a few 可数 few 可数 那few的话 就是很少 little 也是很少 这样子 就是 少 再更少 少到有一个 很难讲这个否定的概念 大概多看一下句子 你就可以理解 好 今天这样讲下来 觉得对不起大家 另外一期 假如你还是觉得 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可以留言 我可以看看 我能不能再找 更好的 例子来给大家看 好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跟订阅 那其实有部落格 跟脸书 也欢迎追踪 那假如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 你觉得 这个文法 其实你一直都还没讲到 我很想要知道的 你也可以留言 假如我有时间的话 我就会做着 这方面的讲义 好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